诶 你有没有发现 经常使用卸妆精 这脸特别容易出现敏感泛红 肤质也容易变得越来越粗糙 真可谓护肤产品千千万 卸不好妆全完蛋 所以说卸妆精不仅要卸得干净 膜布的材质才是重中之中哦 材质不好的那种膜布 卸起来就像用砂质在磨脸 所以一定要选择细腻舒适 锁水性好的材质 比如说像锁水沾胶膜布 触感就很轻柔 上脸细腻温和附上角质 眼见为时啊 现在我的两只手上都涂上了口红 我们分别用普通材质的膜布 和锁水沾胶膜布卸掉 接着呢 用美肤测试仪来测试一下 这两款卸妆精对于毛孔损伤程度 到底如何吧 看见了吧 使用锁水沾胶膜布的卸妆精 毛孔数据更小 说明膜布对于肤质的摩擦损伤就越少 而且呢 无论你用的时候怎么拉伸对折 随便你怎么卸都不会烂 还不会掉须哦 另外啊 这种卸妆精的膜布锁水性也是杠杠的 里面每张卸妆精都吸满了卸妆液 就算是放置了一段时间 也能保持张张湿润 让卸妆来得如此简单 心动不如行动 赶紧带回家试试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